好 大家好 歡迎來到Underskorn 那麼今天呢 又回來了我們的 永夜Evernight的時間啦 沒錯 那我們今天這集的話呢 要來去我們倒數第二個寶石的地方 那就是我們的石化禁地 我們的翠綠寶啦 那在上一集的時候呢 我們成功拿到了我們的紅寶石 也成功湊齊了五顆的寶石啦 那在上一集結束之前呢 我們也知道了說 我們的冷山林其實算是我們的支線任務 沒錯 那我打算先把我們的翠綠寶拿完之後 我們再去冷山林 然後最後就是我們的海文石 那所有寶石集齊之後呢 我才打算去我們的聖域 挑戰我們最終的BOSS啦 好 那我們一樣就先去我們的翠綠寶吧 那這個主角需要弓箭 所以我們就直接吧 這也是一個看起來很危險的地方 來 傳送陣就在旁邊 還有凋靈之花耶 那紀錄點 喔唷 鍍魚 我們需要一點點截肌克星來幫忙 OK來到石化禁地這邊基本上就是 全部都灰茫茫茫的啦 因為有可能是掌管那個翠綠寶的關係 然後導致大地的生機都被寶石所吸收去了 那不知道有些人是把寶石要拿來幹嘛 到處都有鍍魚 這兩隻感覺有點麻煩 不能用射短那應該是 什麼東西 我們四處晃晃好了 看有什麼特別的 那是不是只能跟他們開打 喔給我贊助 說明你的來意 我要直接闖進去 什麼 什麼你來幫忙的 科學家 看起來不像那些噁心的村民 笑死 誰看你來的 呃那個噁心的村民的村長 沒有人 肯定要說沒有人 好不好進來吧 Ready 喔 找到病與科學家對話 欸這樣還不錯欸 這樣節省了一個打怪的一個 寶箱打怪的一個程序 還不賴 還不賴還不賴 看起來在這邊喔 還爛是不是 等等你是誰 再來搶你家資源的王八蛋 所以是你來幫我們的 再幫你的 沒錯 不明原因被石化 建造的基地下方 地下基地石 綠色的寶石 蛤 ер 蠻 幫忙殺蠢魚嗎 蠻簡單的喔 找到軟 其他圓筒 大家還是怎樣 準備不 trumpet 欸 果然是地下 這太酷了 這是 喔 抽出綠色寶石 然後注入到植物中 轉變的速度非常非常之慢 喔 酷耶 將弓箭 用弓箭將路軟失掉 畫一關 哥萊花 喔唷 耶 OK啊 這麼多個啊 欸 OK 好 剛好射掉 喔唷 兩個 三個 喔 這邊好多喔 刺者 喔 這裡居然是最後一個地方嗎 哎唷耶 終於了 解決掉便易鍍魚 好 看來就是這裡了 好 耶 這邊 就是 把所有軟打掉之後應該就可以過了 呃呦呦 欸 到時候是鍍魚的喔 不會吧 欸 怎麼都是 嗯 還好耶 會 收取到一個大量破壞的技能 光能感照是標記 小太陽好像不錯 龍捲風也可以 黑歐波也可以 這幾隻寶石都可以 這幾顆寶石都可以 再來就是法術的話應該就是電跟爆炸 就這樣 OK 而且我發現一件有趣的事情 原來那個 他的小BOSS的概念是那一坨渡魚群 全部都是小BOSS 打牌球囉 只不過他會 痾 最後血量最多的大概就是這一隻 就是他會標記迷你BOSS 才是正確的 來打牌球 好 打完囉 還是一樣 靠打牌球方式把他打完了 還是蠻好笑的 安安 後你回來了 沒錯 寶石的效果是不是沒有任何變化 看來不是那個問題啊 我上那顆寶石啦 謝謝 對 沒錯 呃... 好的 感謝你 這應該是BOSS戰 沒有帶來什麼改變 欸 哭啊 沒有帶來什麼改變 欸 哭啊 誰只要就是誰打 看來還是要跟你打 呃... 嗯... Alright What 難挑戰我嗎 New Challenger 欸 哭 突然在後面你又長出來 呃... 我沒有食物欸 我回家一趟好了 等下等下再過來跟你摸 欸 欸 呃... 欸 你為什麼可以騎那個啊 幹 你什麼啊 啊 喔呦 你憑什麼可以這樣子玩啊 喂 What the 滴 怎麼會發射煙火然後可以那麼痛呢 OK OK 好我們回來了 那我們剛剛說要用主鬥套裝嘛 那主鬥套裝用出來之後呢 欸 那我後面也去刷了一下我們地圖的一些物資喔 那稍微了解到說我們風暴神殿那邊是刷我們的藍金 就這個 藍金可以直接換成... 加換... 呃... 強化成守護者套裝 就像我身上穿的這一套 那它的技能是完全防禦 喔 會有抗性1 喔 疫苗的抗性1喔 持續的抗性1這樣子 那這是它的被動 那... 還有一件是那個我們的... 呃...去我們的... 欸 什麼沼澤啊 好 反正去我們那個沼澤的地方呢 是刷我們的火焰粉末 那...炎熱氣場的話是... 好像每幾秒鐘會點燃身... 呃... 身邊的那個... 怪物 然後6點傷害 那... 喔 有看到應該是我們剛剛踩的時候 我們剛剛會有一圈... 一瞬間會有火那樣 欸 對 就是這樣子喔 這樣就是會有6點的火焰傷害這樣子 那... 稍微... 用了這兩套去打... 那個... 掠奪者 基本上都... 蠻... 蠻... 蠻...蠻... 蠻沒有效果的 呵呵呵 就變成說這個... 掠奪者可能又要... 又要... 又要用別的方法想法打 這邊 沒有發現... 被弱者打下來... 情況不是很理想 蠻糟糕的 呵呵 不過現在... 恩... 應該說這個遊戲中一直有... 盾牌這個東西 只是我一直忘記 然後結果後來發現原來盾牌是... 不會耗耐久的 哇塞 這個真的是有點誇張欸 盾牌不會耗耐久也是... 太高級了吧 好 blb 1 雛 到處都會爆炸是怎樣啊 生小好不容易把他的結合都打死 天啊這到底多回事 幹他媽的終於他媽打贏了 哈哈哈哈 幹到底這媽三血 好總算我跟你講這個 我們打了最少也打了大概四五十次 這個不是開玩笑的啊 難打然後 他怪小怪小的 我真的不知道我形容這個boss 但我不會想再打第二次 我覺得有可能是等級差的關係啊 所以才讓我整個都好難打喔 有可能是這樣子 好啦總之就是我們還是順利 好像不太順利的方式打過了 但起碼打過了OK 那我們剩下最後一個就是 我們的海紋石 OK 好的那應該就是我們的海紋石了吧 海紋石是領獵寶石 水跟寒氣的能力 水跟寒氣的能力 距離最遠 不尋常的冰柱 哦了解 好那基本上下一集開始的話呢 就是我們要來 我們要來去我們的冷山林一趟 去解決我們的支線任務 那去完冷山林之後呢 基本上就是要準備來搞我們的海紋石啦 對那海紋石也完成之後呢 最後才會到我們的聖域 所以聖域算是我們最後一個 一個目標啦 對最後一個最後一個結尾這樣子 那 段時間我應該會想辦法去多刷一點那個 我們的 叫什麼 那個 素材啦 素材跟錢真的是蠻不夠的 而且再來就是 還要去找一個東西叫做那個 神秘之書 神秘之書也是一個 到現在我也還沒拿到的一個東西 所以也算是蠻難搞的啦 不過也是我們之後會去 再多花點時間去看看的 所以這邊大家不用擔心 好啦那麼感謝今天的收看 那我們今天的實況就該到此結束啦 一樣喜歡我的影片的話 在右下方的訂閱 右下方的喜歡 那如果是手機觀看者 或是電腦觀看者的話 在訂閱會有個小小鈴鐺 點下去 我第一時間出片 或直播會通知你們囉 那麼我們就來下一集的 用業Evernight再見面吧 大家掰掰